好的,我们来看一下ASH对阵SAO的第一局下半场 这里开局,找到了机械师 那节奏很舒服啊 寄生 寄生到外面,想要去打娃娃可能是 好,这边信徒过来 哎呀,这边信徒卡了一下 这有点伤 这边在找娃娃,打掉娃娃 这个细节倒是做得挺好 但是娃娃刚才他的一个原生信徒是被电击的一个位置卡了一下 导致没有开到第一刀 如果第一刀开到再把这个娃娃给打了 那这个节奏真的是起飞了 这里有祭司 哎呦,很难受 祭司这边如果你穿个洞会拉开这个距离 这信徒可能会往回走啊 现在让这个机械师进到了医院里面 主体跟过来 追击 第一刀还没打中 好,这个寄生信徒过来 直接放狗 狗子咬住,原生信徒已经到了 那这边应该是原生先开第一刀吧 感觉上应该是原生可以先开第一刀了 这个位置板子踩掉 机械师不太敢翻 翻了要吃震慑的 直接打一刀 打完这一刀我们看 可能会继续放狗 也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卡着 就看祭司这边有没有洞了 这边祭司如果有洞 有洞有洞 有洞能够上去 哎,这狗子没用了 这狗没用了 狗子也不能穿洞啊 你这,这么大一圈 你以为你咬得到 前锋这边还想帮忙撞一下 把这个狗给断了 我觉得这一下撞没有太大意义吧 不太可能咬着到这个机械师啊 整体上来说 由于这个祭司的洞 让屠夫这把的节奏是断了挡的 现在屠夫想要抓这个机械师 有点困难了 哎,这边是来帮忙销星图吗 想 所有人 现在聚集到了一块 这个地方拉星图 想要来打前锋 蓄力一刀没打中 机械师这个位置被包围了 被包夹了 好,这边翻过来 那,这里要吃刀了 两边信徒包夹 那还是用寄生打 这边还是追求一个快速击倒 它其实原生追过来呢 也有可能能打着到 但是可能会出现就是 对吧 其他人来干扰 或者说出现那个 让机械师有交互点可以使用的情况 它这边是直接就是 不跟你耗了 我直接寄生上 寄生 对,我寄生信徒先打 打完以后把你挂上再说 通缉到了祭司 娃娃这里在摸电机 这边寄生上去找人 看见那边电机在动 小房在动 佣兵在旁边 这一波想要打双岛 感觉有点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佣兵离的距离比较的近 他如果吃一刀弹过来 或者弹过来吃一刀救人 然后弹走 还是比较 比较舒服的 这边吃一刀 然后救下人以后直接弹走 我看完全不给机会 那么这边先把这机械师送走了 下一波前锋来就 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寄生一下 因为他寄生CD是好了的 应该可以寄生一手佣兵 寄生这手佣兵呢 如果能够干扰到佣兵的修机节奏 还是不亏的 虽然说没有取得双岛 如果能取得双岛 那就更好了 这地方机械师倒地 挂上 但是不是遗产 这边的电机已经开掉了 这地方挂完 外面四台机 祭司修一台 街市娃二修一台 前锋也有一台 前锋这边来了 没有撞到 这边感觉 屠夫也是完全好像没有防守的意思 就是看好像看见 但是没有管 这边放狗 会不会放狗 放狗咬这个前锋 还是说切闪线打前锋 前锋拉球了 哇这闪线 一刀吃板子 这个闪线有点着急 那这个机械师应该是 要再等一会儿了 傭兵来救吗 傭兵这个地方来救 必吃一个双岛呀 没吃到 我的老天 闪现一刀 好 这一波很亏啊 没打到这个傭兵真的很亏 再追 一定要打 对这里是一定要追一个那个双岛的 不追这个双岛 傭兵待会儿的 他那个信徒刚刚我们看到 他已经在清了 基本上清了差不多了 好 这边交闪现过去 傭兵能够倒地 但是前锋这边已经是满血 他来补刚才这里的剩下的电击 我们看摘电击差多少 摘电击应该差个一半多吧 因为修的好像感觉不是特别多 差了一半不到 修了一半多了 前锋这边被干扰到 能不能找到傭兵 感觉他可能去管傭兵 找到傭兵的一个几率不是特别高 因为傭兵自摸快差不多摸好 然后用祭司已经去摸他了 好 这边能摸起来吗 摸起来了 摸起来这边没有寄生的一个CD 寄生不了人 原生过来 前面有个洞 你一进洞 我这原生不太好来追了 反手过来找前锋 前锋这里应该对 我会给他爆点吧 这地方这块板子没有踩掉 这块万恶的板子 球者现在慢慢的能够控住场面 而且他没有两台电击在修 虽然说这三台电击离的有点远 但是有两台修过电击还是离得比较近的 所以屠夫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 就看屠夫能不能在这个时间点 击破求生者的这样一个防御壁垒 他们现在这个防御壁垒还是构筑的比较好的 我有寄生的人我在医院里面 然后我剩下的人在外面修 好像这里想 这边全是个洞 这全是个洞 赛前就跟你们讲了 这个地图有祭司打女巫是很难打的 佣兵这里去补电击 应该要寄生一手佣兵 那么其实女巫现在打了一 他如果说想要赢呢 有一个思路就是既然你们不给我任何机会 那我就把你们那些道具全部耗掉 耗的差不多了 待会开门战的时候保证这个场面上信徒够多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通过开门战来进行一个取胜的 节奏上面如果真的控不住 你看现在祭司最后的电击已经修了差不多了 那真的控不住 只能是寄希望于就是穷人者在开门战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道具数量能够消耗掉 然后再找机会来各个击破 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吧 佣兵那边摸满 佣兵这边是电击职业量 佣兵这边血线抬满 信徒跟着他打一刀也处理不掉 原生信徒跟过来了 这边前锋要倒 这前锋要倒 这刀打得有点急 但是有闪现 这前锋应该是倒了 倒了以后寄生完前锋 祭司上前锋把前锋先挂上 还是怎么说 他这边是有点急 怕门被开掉 利用佣兵的寄生信徒 看一下佣兵的位置 前锋这边要寄生 然后要把主体拉过去管前门 其实前锋这张椅子还是挺舒服的 一来可以管住前锋 二来他可以管 这边一刀 哎呦漂亮啊这刀 这刀打中有点舒服啊 而且这刀应该是已经脱开距离 用的是佣兵的寄生信骨 应该已经是最后距离 我们看到他打完这刀以后 直接消 那个镜头都消失了 这边过来再寄生一手 祭司有机会翻 佣兵这边由于有寄生 哎寄生完了 这个是交掉自摸的 那边佣兵去救人了 佣兵去救人了 先打闪现刀打掉 好那边人能不能救下来 救下来打 看打谁 最好打佣兵 打佣兵就四杀了 打佣兵就四杀了 这一局 佣兵有信徒跟着的 前锋这里也跑不了 前锋上挂飞 祭司交掉自摸 一个非常漂亮的开门战 看一下佣兵这个地方 倒地以后信徒跟着他 他能不能在倒地之前 把这个信徒清掉 清不掉这把就铁四杀 前锋这里继续再走 再走再走 佣兵倒地了 佣兵倒地了 可以先不管佣兵 佣兵可以先不管 这里先追前锋 打 继续追 继续追 这个位置前锋没有球 但是前面有一个窗 有一个板 抽刀 下板 很紧张 这一局 前锋看还能拖多久 一刀 还能拖 前锋还能拖 这边把佣兵挂上 那应该是没机会了 这个前锋是个半血 前锋也没有球 我就死跟着你 你还能跑得了地窖不清 我拖80秒 我拖80秒打个闪现都行 来继续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球稳 不要去给太多的机会 这边穿口洞 就是你想要去什么 调动一下自己的信徒 什么的 就跟死跟 跟到这个 挽留 闪现出来 然后确定好一个地窖的位置 最好是原生信徒可以站在地窖口 不要让他有机会 任何机会跑地窖就好了 地窖的位置应该是清楚的 这个位置已经拉得非常近了 一刀落地刀可能打中了 漂亮 射杀 非常优秀的一场开门战 求生者其实已经是打得比较好了 只不过就是前锋 在最后关键时刻 没有能够感知到女巫主体 他这边 因为他走过来 其实有一定的脚步伸的 如果能感知到前锋 不要倒那么快的话 求生者还是有机会的 好的 我们稍使休息 看下一场比赛